因为善导大师的思想 都是以救度下列恶机 以这个作为出发点 然后以所谓的取以下设上 以下等根基的得救的方法 而设受上等根基 举恶设善 举这个造恶之机得度 而设受行善之机 那并不是说 好像我就是随便放异放荡 比如说这个不律妄念 是说我们内心里边 大家都在担心说 我虽然念佛 妄想扎念纷飞 这样怕不能往生吧 怎么办 那么才说 你不顾妄念于念 你只管念佛 那也不是鼓励大家 我就让他妄念纷飞 让他到处乱飘 也不是这样 那么还是念佛的时候 还是要认认真真地来念佛 那这样的时间久 久而久之 自然而然的 内心里比较静定 只是我们不在这个事情方面 望上启望 觉得担心 不能往生 不这样 那么这个不顾贪嗔 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贪恨 贪心 称恨具足的众生 那么如果有人说 贪嗔心不消除 不能往生的话 这样内心里边 就有恐惧 我们也做不到 上大大师讲的 不顾贪嗔 就是指这个人 走在二河白道之上 那么一边是水 一边是火 我们就一心直径 在这个道上往西而去 就是说我们在 虽然念佛内心里 还有贪心 还有称恨心 我们不把这个心思 再收回来 恐怕说 这个贪心可能障碍我 这个称心可能让我不能往生 如果这样想 我们就会走顾右盼 就会掉下去 就越看越害怕 往生就没有希望 而是不论这些 我直接念佛 决定往生 但是这一点 也不能错误理解说 那我就 这个贪呢 就使劲贪 称呢 就使劲称 认自己的贪性和称性 在那里 好像滋长 蔓延 那个等于你没有走在 这个二河的白道上面 反而是 整体埋没在 水和吊的火当中 那根本谈不上 所谓的不顾贪嗔呢 不顾贪嗔是指 一心直径 西方在这个白道上面 一心向前直径 不用顾虑 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这是就我们做不到 那么做这样的安慰和保证 那这是一点呢 也不必怕要说明的 再也就是说 不问时节 那不问时节呢 是指 不论我们受限长短 受命呢 遇到这个法门 又多长多短 即使临终念佛 也决定往生 那并不是鼓励我们呢 平时不念佛 等到临终再来念佛 这样也是错误的理解 而是说 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法门呢 就现在念佛 相续到临终 是这样 那还有这个 关于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法门呢 即使说 没有 持清净戒 做不到持清净戒 即使没有 大乘的善根 小乘善和世间善 但一念佛呢 也决定往生 那这点就是 善导大师所说的 不问罪福 那不问罪福呢 是说 不管你是服业众生 和罪业众生啊 只管念佛就能往生了 那这样也有人会 怕人家误解说 那既然不问罪福嘛 那我造罪无法 我这样可以造造罪 那这样呢 就等于说 我们心里边 还是落在罪当中 所谓不问罪 不问福呢 是把我们的心啊 从这个方面 引导在念佛方面 那如果说 跺在另一边呢 就犯了一种过失 反而是错误理解了 那这里有一本书呢 是善导大师 观经书切书的纲要 也是老法师这里印的 那这是专门解释 这个不问罪福这一段的 我把它念一念呢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此不问罪福多少 劝专念佛名之文 上导大师讲 不问罪福多少 十节九尽 但能上尽百年 夏至一日 其日一心专念 弥陀名号 定得往生 那么这样呢 这样的不问罪福多少啊 是显示弥陀本愿 无碍救度之法门 以消除一切 一见之执着 怕大家疑惑 怕这样 恐怕我有罪业 不能往生 或者呢 执着罪福因果 修福因生 造罪不生 这是一种执着 你修福嘛 才可以往生 造罪呢 不能往生 这是根据一般的 自力修行的英国法则 执着这一点 或者执着呢 福多最少 尚可往生 最多福少呢 则不能往生 那退一步来讲吧 哪一个人在世间不造罪呢 多少都造罪 那福多最少 这样差不多呢 能往生 最少福多呢 不能往生 为除此等之遗之 故言呢 不问罪福多少 但呢 一向专念弥陀名号 都决定往生 然而 有邪见之人 滥解弥陀救度 这个 就是 见解啊 邪谬错误了 他呢 混乱地理解弥陀的救度 不问罪福多少故 罪呢 不可畏 福不可修 若有畏罪修福者 即是 是畏信弥陀愿力之人 因而增长 放逸和懈怠 任性 胡作非为 这个就是一种 错误的见解啊 邪见呢 知死他的行为 任意 任性 胡作非为 此等之人 犹在 问罪福之中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他还在问罪为福 为什么呢 他以为修福为非 造罪为事 只此邪见 自为信心决定 是净土之因 所以不问罪福 就是完全归在 一项专念 六字名号里面 结果呢 他不是来专线 六字名号 反过来呢 邪见的解释说 啊 你不用修福 你不用畏罪 那么还是在问罪畏福 没有念佛 他认为自己啊 这个就是信心 我就是信阿弥陀佛 决定了 像这样子才是 往生净土之因 那这个就完全啊 就错谬了 也有呢 称自身是罪恶凡夫 故放纵三叶 认情为恶 都惭愧 那么说 哎呀 我是罪恶凡夫 所以呢 我就可以 身口一三叶 不加疏疏 不加这个 谨慎 然后呢 认情为恶 那我是罪恶凡夫嘛 我就这样做 这样是给自己啊 放纵啊 找理由 找借口 这个不是 毫无惭愧 都无愧心 放言 我是他立行人 趁佛愿力 定得往生 自己还夸下海口 说我是靠他立就度的 我趁佛愿力 一定往生 如此等备 与弥陀本愿不相应 可谓 欲求超身 反更沉沦 别弥陀本愿 专称佛名 愿身净土之人呢 既知自己是罪恶凡夫 则应该生了惭愧忏悔 心存谦卑柔软 而思 弃恶行善 所以弃恶行善 如善道大师所言的 念念称名 常忏悔 既知呢 弥陀大悲救度 且受恩感恩 则应谢恩报恩 如同大师所言的 学佛大悲之心 而悲免众生 利乐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